Hello,大家好,我是大牛啊 五一山要来了,五一山啊 今天晚上五一山啊 我们先说一下五一山 这次呢跟泰山一样的 面值呢还是五元的 这次发行量少了 1.2亿枚 1.2亿枚 它分两个跟泰山一样的 有线上预约,线下预约 但是线下预约的话 从11号早晨银行上班开始 今天是10号嘛 从11号早晨上班开始 但是有的省份取消了线下预约 也就是说在银行直接预约 所以说你们要问清楚 这个它没有公布 具体哪些省份取消了 然后线上预约的话 从今天晚上 也就是说12月10日 晚上11点开始正式预约 一直到12月13日的晚上24点 也就是说0点 这次呢必须是 不管你是本人去 还是别人去 帮你带领 必须为身份证的原件 然后装针 装针的产品呢 是12月14号 通过农航手机银行 可以直接购买 再有一个 每个省份有一些特殊情况 你比如说 湖北地区 湖北地区针对60岁以上 还是50岁以上的老人 好像是有什么政策 我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我说一说 对它的行情的判断 猜测吧 去年泰山我猜了 猜了还挺准 今年 今年关于武夷山 好多人也问我 今年我不搞 我说的不搞 不是说一个也不搞 我说的不搞 是大批量的不搞 就是不想弄这个武夷山 为什么呢 就是对它的 不看好它 不看好它 当然市场反应 我反正是 我感觉它面值五块 我感觉应该会到15块 应该会到15块 当然也不会很高了 也就15 上下不超过两块吧 13到17 这样想吧 我感觉也就这个价位 不会很那个什么 再一个呢 受疫情影响 没有避伤的潮 炒盘的话 这个东西 我感觉是不太好 还有呢 今年有一些管控什么的 你这个交易 有可能大批量的也受限 所以说我是决定 我们做这个 也是有小团队的 我们这个小团队 反正就是武夷山 就是放弃了 就是直接就不做了 其实对于普通 咱们随便搞个 一个人能约20枚嘛 搞个20枚留着玩玩 就行了 没必要搞太多 你如果搞了呢 我建议就是在稳定的话 你要想稳着快点 赚点 就薅个小羊毛 就是12 13 12 13 14 就是不超15的情况下 就可以出了 5块钱 你就是如果到15 就可以了 不到15也差不多 就在这一块 行了 本期视频就说这么一点 要不然老多人老是问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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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